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就说过 我针对这个前国防部长邱国正的一番讲话之后 我马上都打脸大 为什么因为不可能 大家回想一下 去年邱国正对这个一年的EUE的下部队分发的单位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邱国正讲 我们EUE绝大部分都是去后勤单位 或者是后备单位 然后我那时候是不是打脸他 不可能绝对会去战斗部队或者是外导单位 为什么 因为战斗部队在缺缘 你看一看我们的志愿一士兵 你看一看他们办理不适服的都是哪些单位 都是战斗部队 好今天你拨下去的志愿一士兵经过了三个月之后 他办理不适服的这个圈会补吗 很难大部分都要到明年的时候要报原额的时候才会把他纳入原额的计算 你说这个人下部队我一月我一月入五好三个月下部队经过三个月六月我决定不干了 然后七月走人你说这半年还会再补兵给你吗 按照正常的人事作业是不会的他这个原额你要检讨也是要检讨明年来做替补来做地补 不会说我今年我赶快从别的旅拉一个兵给你那你拉他的他不就少了一个兵不可能 所以你看我们原额我们志愿一士兵在战斗部队这么多人办理不适服 补上人员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不可能等到明年最好的方式就是从义务役来补 反正义务役兵源源源不绝啊只要有生育力就有义务役啊 那他还担心什么没关系嘛那你就不适服就去吧 反正我下一踢官田营区拉两个人过来就会变这样啊 所以我那时候就打脸邱国政治部长不可能只去 这不是不可能绝大部分都去后勤单位跟后备部队 不可能一定是去战斗部队跟外导单位 我那时候就这样讲可能那时候 大家对我所讲的可能还不太那么认同 因为毕竟是国防部部长讲出来的话嘛 但是我跟你讲我遇过义务役两年的阶段 也遇过义务役一年半的阶段 你整个国军的概况就是这样 以前就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那你再回过头想一下 为什么义务役变一年了 第一个很大的问题 中共的威胁与日俱争 第二个兵源真的不足 你的全职业役没有办法满足 现在国军的现况 因为一堆人半你不是福嘛 你每年一直到他一直退 你又招他一直退 就恶性寻完啊 你退了之后那些原来都留着 还在那边啊 然后呢你的军事训练役又没有下过部队 他不用下部队 他两个月训练两个月去专场训练 两个月新兵两个月去专场训练 完全没有可以cover到一般部队的原额 所以你那些原额都没有人占缺啊 都要等明年的志愿役士兵再骗进来 不是骗进来 再招募进来之后 赶快让他塞这个缺 然后呢他三个月又走了 恶性循环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去年就说 叫绝大部分EU去后备部队去后勤单位 是不可能的 绝对最后会再弹动部队还有外导单位 因为这两个单位缺缘最多 你看看到今年下几月 现在下9月 9月呢 终于国防部颁布了最新的消息 明年国军预算原额曝光 一无一难外岛迁大征 这国防部他也没办法 因为他就要解决现况嘛 外岛在缺人 战斗部队在缺人 你说他们能不去吗 我还记得那时候邱国正说 不会去战斗部队 我们都是以后勤单位为主 我听你在放屁 我去年都直接打他嘴巴 虽然邱国正长官也算是我还蛮喜欢的一个长官 因为说真的他有在做事 他不像有一些长官都会用一些手段来让自己晋升 邱国正真的是脚踏实地的一个 其实我常常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包喜配曾经担任过我的少将长官 陈世瑜也曾经当过我的少将长官 这两个都带过我 他们那两个 他们这两个以前也都是少将 那他们的表现天朗之别啊 高喜配非常的精实 就是努力在战训本物 陈世瑜呢 三天两头往外跑 他的外面的事物 比军中的还多 唯一陈世瑜让我觉得很好的就是 我在高喜配的手上积了好多架 陈世瑜一来我都一次就放完了 陈世瑜也不能说他不好 他好的地方在另外一面 但是呢以这两个人做比较 高喜配绝对是努力在战训本物上面的一个将军 到他中将担任空特部司令 高喜配也曾担任过空特部司令 虽然他不是闪兵的 但是因为战缺的关系嘛 所以高喜配也曾经担任过空特部司令 也就是现在特战指挥部的指挥官 中将缺 那陈世瑜去当六军团指挥官嘛 就被拔掉被法办了嘛 所以这个邱国正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长官 他真的是苦干实干型的 只是说他对于内部管理要求比较严格 其实高喜配他对内部管理也是很要求 赵小雄也不能这样讲 因为休假也是内部管理 对啦他也是蛮严格的 而且呢我觉得高喜配的本职学呢 他可能是超越邱国正的 因为高喜配跟我一样是纯步兵 邱国正他是他不是步兵 他是履带 他是装甲兵 所以没有什么兵种上面的隔阂啦 就是感觉高喜配会跟我比较近一点 因为我们学的比较同样的 那邱国正他是做事风格 还有内部管理要求很严格 我觉得他很好 但是呢他的兵科跟我是比较不相同 那兵科会不会带来你以后建军或者是 建军备战或者是观念上的不同 一定会啊 因为装甲跟我们的步兵 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不过我觉得这两个长官 其实都是很好的 所以我在这里不是要批评邱国正前部长 是因为现在一年齐一无一的现况 就是这样 你改变不了 你就算要用你部长的口吻 或者是你想要的执行方向 去让我们陆军司令部 或其他司令部这样干 但是干不了 因为我们事情的本质 就是要让这些人来补兵员的 你不能说我战斗部队都不补 我全部把人丢去后勤部队 我问你后勤部队要那么多了吗 他有那么多缺吗 当然可以重复战缺了 但是现在战斗部队缺缘缺的很多 你宁愿把他丢到第三支援指挥部 去当后勤的缘额吗 很难 所以有的时候不是你邱国正说的算 是现在一年齐一无一的现况 就是这样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 我带过一无一一年两个月 一年半两年的兵 他们当时真的是帮我们支援役 做了很多的事 所以我那个时候一回想 一年齐一无一要回来了 我就想说完蛋了 这样支援役 基层的支援役会爽到了 不管是休假 不管是勤务 不管是卫兆 都很顺理成章 他可以叫一无一去执行 是不是 你说现在我们的战斗部队里面 有没有一些单位 把一无一人员调整去战业少 让志愿一的人员外散訴 有没有 我觉得虽然我不敢讲大话 我觉得有一些部队可能是这样 或许大部分的部队是这样也不一定 因为一无一他又没有外散訴 那就凹他战少 是不是有没有可能 所以一年齐一无一下部队之后 会遭遇到很多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我在去年也都讲过了 那我今天要把这个议题拿出来 跟大家说明的是 就如同我去年讲的一模一样 只是说哪一个时间点 把这件事情爆发出来 像现在明年的原额就在现在爆发 那上个月呢 也有发生一件事情 义无一的人员被志愿一托少 托两三个小时 他就故意不起床 他就拗你义无一 怎样 这就是我去年讲的一模一样 一年齐义无一会遭遇到的问题 我全部在去年都讲过了 现在一年齐的义无一就按照我的剧本 慢慢在发生而已 也希望这个国军对一年齐义无一的人员 你要怎么用 公开跟大家讲 没有关系 我们都非常支持 因为很多的 现在40岁以上的男子 以前他们都当过一年的义无一 或者是一年半两年的义无一 我相信他们都可以支持义无一一年 然后你要做什么样的分配 人额分配也没关系 因为他们以前在抽签的时候 也都是去战斗部队或外岛 以前战斗部队跟外岛 绝对占了七成以上的签 绝对是这样 所以他们也不会说 你国军分配怎么分配 你应该让他们爽一点 不会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提早公布都没有关系 我们都可以接受 但是 不要说谎 不要说谎 就像你去年邱国阵讲的 今年一一被我打脸 就是这样 不要说谎 该是怎样的方向 就跟大家说明 我们都可以接受 因为很多人都当过义无一 希望你国防部不要再隐藏了 该宣布 该怎么做 该怎么让大家知道 都让大家知道 我们都可以支持全民国防 希望国防部不要再隐藏了 该说就说 这个是第三点 要跟大家做分享的